過去中國的房市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才用高槓桿的一個方式去發展 那所謂在過去經濟在好的時候 它就屬於一個暴力的發展階段 那現在中共踩了煞車之後 設定三條線之後 它變成很多人不能做之後 變成說它的整個問題就非常嚴重 它的財務根本嘎不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必須要政府投更多的請求 這個問題因為太嚴重 所以也牽動到影響到其他包括金融業 包括很多相關的建築業 因為你現在整個經濟不好之後 台灣在過去的話 對於大陸的出口是佔了大概四成六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大陸的一些經濟的負面的影響 就會慢慢地侵襲到台灣來 中國在海外攻城綠地造陣 想打造烏托邦城市 卻成了夢野城 原本就是我的老客戶了 然後他之前都是買吉隆坡 然後新山他也有投資一點 有一次他就是來 算是來找我吧來編旅遊 然後他就說他想看看這個監案 他就覺得那就買一間吧 買個一間投資好了 然後不過那時候搶真的 我本來是建議他不要買的 來自台灣的房仲Steven 在馬來西亞從事房產業超過13年 多年前曾經負責新山物建 當時中國建案森林城市開賣 有不少台灣客戶搶著投資 這個單位呢 他大概市內坪數將近20坪 對 然後算是一個銷量房 然後一加一啦 另外一個房間可能當著書房 還有一個客廳還有一個陽台 中國建商碧桂園 當時在馬來西亞激進擴張 讓在大陸經商的台灣人 也跟著投入高度信心 買下台幣700多萬的房子 因為我沒記錯的話 那時候開盤的時候 他還上報紙 因為是排隊 是排隊買的 排隊在選單位的 然後你說他一開始就會覺得說 會遇到這個問題嗎 或者是國內的經濟會有這麼大的反轉 我相信是他沒想到的 投資人外來外沒想到 跟上的是中國房產風暴的浪尖 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2016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在十九大報告上說的 房住不炒 開始變中國的房地產鐵律 這是一連串骨牌效應的開端 中國開始嚴格的資本 投資者正面臨國內經濟放緩 和全球利率飆升的挑戰 不得不出脫海外房產 來籌措資金償還更高的抵押貸款 房市景氣的惡性循環 像是Steven的台商客戶 房子擺在那七年 沒增值還難脫手 過去中國的房市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才用高槓桿的方式去發展 所謂在過去經濟在好的時候 它就屬於一個暴力的發展階段 那現在中共踩了煞車之後 設定三條線之後 它變成很多都不能做之後 變成說它整個問題就非常嚴重 它的財務根本嘎不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必須要 政府投更多的錢進去 隔房價對中國來說 是支撐基礎建設的資金來源 也是造就貧富不均的必要之二 中國政府突然的嚴格把控市場 房市熱度瘋盤 多個大型房產企業 資金鏈斷裂破產倒閉 綠蒂這個停工已經停了好幾年了 疫情前就停到現在了 我記得當時他們買這塊地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標榜在銷售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還是世界五百強的公司 我覺得是時間點的問題 沒有太好 過去20年是中國房產擴張期 大量建構海外資產 現在為了償債開始拋售 中國前五大房地產開發商 都被爆出無力償還海外債務 負債總額最新統計到2023年6月 高達台幣八兆 他們建造很多的項目 在其他國家 在其他國家 在亞洲 在Sri Lanka 在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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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功 雖然他們更開放 但政府仍然擁有 政府仍然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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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事情 你必須追求 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指援 然後我相信 大部分的中國開發商 當他們做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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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沒有 好看法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房地產業佔GDP超過四分之一 房市的泡沫危機 早在全球出現負面外溢效應 這個問題因為太嚴重 所以也牽動到影響到其他 包括金融業 包括很多相關的建築業 因為你現在整個經濟不好之後 台灣在過去的話 對於大陸的出口 是占了大概四成六的部分 所以大陸的一些經濟的 負面的影響 就會慢慢地侵襲到台灣來 儘管台灣和中國 金融層面的領結和整合度低 直接衝擊影響不大 但中期的投資規模受限 必定影響對台灣設備 和原物料進口需求 包括鋼鐵 水泥和塑化 等等的傳統產業 現在會在大陸繼續投資 主要是以內需產業為主 就是說它開始想辦法 如果說它本來出口的企業 它沒辦法轉的話 可能就很難在大陸生存 所以現在在大陸 不管是台商或者是外商的情況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留在大陸的一些外資景 都是以本身的內需產業為它的訴求 中國的房市動盪 最極限影響海外的房價市場 和上下游供應鏈 爛攤子在海外據點連環爆 中國的經濟危機 代價確實要各國一起承擔 有外溢風險